日前,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三大主粮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担心粮食供应短缺或价格暴涨。 4月3日,记者探访了江西省南昌市的多家粮食加工生产及仓储企业。 当天上午,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传送带不断将一袋袋成品大米装运上货车。 位于南昌市郊的国家集产粮大县南昌县境内的江西省南粮金山粮库正在进行有序生产。 记者了解到,这家粮库隶属于南昌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即仓储、加工、贸易、物流、均粮供应等为一体。 其目前的生产供应量还远没有达到满负荷作业。 每天的话,我们现在每天的出库量,像我们昨天就是出大米65吨,供应市场。 生产是够的,生产量完全没有问题,还没到到满负荷的工作。 因为我这个日产是200吨的,但是24小时。 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粮食调控处处长黄英塔告诉记者, 储备在南昌市的省市县各级粮油库存量充足有保障, 目前的总量可供全市居民消费123天。 而且随着粮油加工企业的复工复产,每天的粮食产量也很可观。 目前随着疫情的好转,全市的粮油加工企业复产复工一天的生产能力达到5000多吨, 一天生产的大米可以满足全市4天的居民消费量。 除此之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南昌市农业农村局还加强了粮食市场监测和预警预报, 及市县储备粮油的管控,并做好粮食应急预案各项准备工作, 做到粮油货源充足,价格稳定,产能稳定,供给宽裕, 能够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考验。 作为我们粮食行政主管部门,经常会对这些储备粮进行一个监管。 我们的执法支队会经常下来对动态的也好, 包括原粮的净态的储备也好, 这个数量都会经常来核实, 制建部门去对粮食质量进行检测, 就是说从质量数量都会有保障。